大家好,我是YouTube频道热门娱乐新闻163的主持人 很高兴再次见到您 订阅频道,这样您就不会错过当天最热门的新闻 这是今天的新闻 王一博要言反派 网传下部剧搭档会英红 题材敏感 粉丝等官宣 距离王一博从剧组热烈杀青已经有一段时间了 与以往杀青之后就无缝进组不同的是 这一次的王一博在杀青之后 不但没有立刻进新组 而是除了这就是街舞之外 就没参加任何活动了 这就不得不让人开始好奇王一博下一部资源究竟是什么了 此前王一博的资源都不会如此引发大家的好奇心 因为吴明、长空之王、热烈 这几部几乎都是连轴拍 大家刚发出疑问 王一博就已经开机拍摄了 根本没有好奇的余地 如今则是不同 也因此 网络上对于王一博的下一个资源更是众说纷纭 王一博已经被塞了太多的饼了 不过有的真的是太假了 从王一博目前的拍戏模式来看 他是想要走大荧幕路线的 搭档85花 90花剧演电视剧的可能性就已经很小了 更何况是古偶呢 而在众多传言中最为突出的 莫过于传言王一博要出演曹宝平导演的 最好的你最坏的我了 而且搭档的还有慧英红、廖凡等人 其实这部影片的班底还是很不错的 导演牛 搭档的也不错 如果王一博真的出演 也是很不错的 而且这部剧的题材还是略微有些敏感的 有着音乐梦想的青年却误入迷途 与人贩子合作 伴做老师 将想要参加梦想秀的女生 从大山里骗出去 准备卖掉 可以说 这个青年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个纯纯的反派了 即使他不是主谋 内心也会受到谴责 但这拐卖人口也不是闹着玩的 如果王一博真的出演这部电影 那对于他本人来说也会是一个不小的挑战 即使在他原本接受采访时说过想要挑战一下反派的角色 但这个青年很明显不是一个纯粹的坏人 他误入歧途 最终也是完成了人格的觉醒 最终还是完成了救人以及自救 那么 在人物表现上 对于演员的演技是有考验的 在大荧幕的舞台上 王一博已经有小两年的经验了 在电影圈如此排外的如今 王一博可以一部电影接一部电影地拍 靠的也就是在各个导演那儿的口碑 口口相传 成尔导演在两三个演员中一眼相中王一博 并用了一个下午与王一博面谈确认合作 也是因为王一博足够优秀 大鹏导演可以开热烈 也是因为王一博 是先有的王一博 再有的热烈 王一博的下一个资源究竟是什么 现在没人知道 网传的 最好的你最坏的我 这个瓜究竟是不是真的 恐怕只有巨方和王一博本人自己知道 但无论如何 无论外界对他资源有着怎么样的传言 至少是这个级别的瓜吧 那种打着武侠的名义谈恋爱 你爱我我爱你的古偶剧 也就别赚王一博了 吃瓜不信瓜 看看王一博究竟会被营销好赛怎么样的饼呢 只要被赛的饼够多 迟早能碰对一个 等待最终的官宣吧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